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杨子化的妆有些浓了,姨妈色口红显老气,但是配白裙挺高级的。 在服装穿搭方面,总是会有几种经典的服饰,比如从来没有改变过气质的小白裙。 这不仅是一种气质与时尚的体现,更多的是一种质感。 尽管有些小白裙并没有经过过多的装饰,但穿着总会显得很独特。 有人说,白色的裙子是一个新的时期,它也是一种女士服饰的兴起。 它从古板和俗气,逐渐变成了妩媚和妩媚,而且,它在搭配衣服的时候, 不会让人觉得油腻和庸俗,反而会让人觉得它更有魅力,更有气质。 比如杨子,她就穿了一件灰色的连衣裙,虽然颜色比较淡。 但却丝毫不影响她的时尚,再加上她身上的图案。 更是将她的气质衬托得淋漓尽致,让她整个人都显得端庄而又优雅。 从这身打扮就可以看得出来,杨子长得很漂亮,白色的裙子看起来有些臃肿。 但是扎着一头小短发,看起来很年轻,很萌。 当然,也别以为小白裙百搭,就可以随意穿了,也正因为如此,才更容易让人有一种高贵的感觉,不过小白裙的称号,却是实至名归的。 一件模仿杨子的风格,既漂亮,又有气质,简单来说,就是要学会运用自己的风格与技巧,才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 浅谈白色小裙子的搭配。 裙子长度的正确选择。 小白裙的长度,必须要有一个合适的长度,因为身材矮小的人。 与身材高大的人,裙子的长度也是不一样的,而一条极的的长度,则更适合身材高大的人,这条裙子既有高贵的气息,又有高贵的气息。 最重要的是,这条裙子还能衬托出它的气质。 而中等长度的,过稀的,则更适合娇小的女孩子。 因为这样不但不会显得矮,反而会显得双腿修长。 挑选适当的排版方式。 有的时候,决定一件衣服是否漂亮的,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长短。 还因为它的版型,大部分的白色连衣裙,都是露出肌肤的。 而一字间的设计,则会让你的身材变得苗条。 而对于一条白色的长裙来说,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裙子上加上一条紧身的腰带。 让它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一个X型,非常的精致,非常的有质感。 把成分加到合适的程度。 并不是说,小白裙就一定要有其他的元素,才能让它变得更加优雅。 一些其他的元素,也可以让它变得更加优雅。 比如格子、薄纱、印花等等,都可以让它变得更加时尚。 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,在大面积的装饰上,尽量避免碰撞过于鲜明的图案。 那样会让人觉得很俗,和衣服的颜色相配,很适合。 化妆要得体。 白色连衣裙不需要化妆,不需要头发,但如果你要让它看起来更年轻,更年轻的话。 那就可以选择杨子这样的风格,他的大波浪长发,再配上一些细小的装饰。 这样就不会显得臃肿、苍老,反而会显得更加优雅,从这身搭配来看。 洋子化的是比较浓密的妆,而他的姨妈色的唇膏,则显得有些陈旧。 不过它搭配白色连衣裙,还是很有气质的。 各种款式的白色连衣裙演示。 带边宽间绣花短裙。 小白裙永远都不会沉闷,反而会给人一种飘逸、典雅的感觉。 如果你不喜欢一件纯白的衣服,那你就可以尝试一件灰色的裙子。 这件裙子看起来很酷,但却很时髦,很有气质。 一字尖的抹胸、束身的长裙,都是比较简单的款式。 但在上面加入了一些花纹和丝制的装饰,让这件衣服看起来更加的漂亮。 宽大的白方领衫。 白色的连衣裙,看着就像是一件很有学校气息的裙子,因为它的设计简单。 没有任何装饰,看着就像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裙子,宽松的设计。 让它看起来很舒服,也很符合它的风格,这样的设计。 很适合那些胖乎乎的女孩,不但不会让人觉得臃肿。 反而会让人觉得纤细,再加上V字领口,更是让人眼前一亮。 陆肩白连衣裙。 不得不说,白色的裙子有很多,不过大多都是长款。 不但可以凸显出它的身材,还可以衬托出它的身材。 一字肩带着一条袋子,让这套衣服一点都不成就,反而多了几分时尚的味道。 而且,这套衣服,还能凸显出这套衣服的每一个细节,让这套衣服,在任何场合,都能完美地展现出来, 这套衣服,在任何场合,都能完美地展现出来。 在大多数情况下,穿上一件白裙,就可以将人的气质衬托得更加突出。 美丽、精致、清新,这就是一件非常完美的事情。 而这件小白裙,为什么会显得那么简单、沉闷呢? 这些穿衣的小窍门都要学,看看杨子的穿衣风格多高级啊。